Movimak应该在各位的电脑里面可能都有关 至少在我的电脑里面有关 在这里就是 你可以看到 这里预设其实Windows里面 我记得在插拼的时候是有Movimak 好像到了Win7变成是要额外灌 额外灌的东西有时候不叫Movimak 叫Windows Live 那里面有Movimak这一项 那我们今天就先把它启动过来看一下 那这个画面跟我之前在 在我们的课程的首页里面 看到的画面已经非常不一样 因为我之前用的是SP的版本 SP的版本它的Movimak跟这个差很多 版本就很多 所以如果你去看到 这边的操作就是有关于 最后Movimak编辑字幕配音和制作影片的这一段影片 你会发现它的操作界面已经都完全不一样 所以我们今天等是尽可能让各位会使用这种新的操作界面 那我没有什么影片可以剪 所以我就干脆拿自己上个录影的影片来剪一下的话 或者是之前做的一些短短的动画来剪一下 所以我们现在可以先 在这里我们可以先新登视讯和项链 那这里 比如说这一段 这一段是之前做的一个八十银格的动画 我也忘了那个什么 那我们把它开起 就是这个竹青亭 那我们就 就会加进来 那 这时候 其实 你还可以再加 再加 就是说 我在新登场 那 新登场呢 看一下 这两位新登场 那 可能在 C槽的tab 底下来写文 好 这个也是之前竹青亭的 就是竹青亭 好吧 那这样子留下的竹青亭 那就 就不要用这一套 我们 下一段教学影片 Brenn的Beggoburai 就是竹青亭的这一段 那我把它加进去 那你就会看到 那个 Brenn的这边 好像有时候它会稍微有点微症 那 似乎它在编辑 就是在 在贿入的感觉 你可以看到下面这边 进度条 好像在贿入 好 那 其实它这边的 东西 一开始用会觉得 怪怪的 如果你曾经用过旧版 那 后来再继续使用的话 你会发现 它好像设计的其实还不错 所以 新的界面 最好 花时间是影响 好 那在这里 其实我们就 也可以再加入别的东西 例如说 这里 除了常用以外 它有标题、字幕、餐饮名单 那如果今天呢 想在这最前面 最前面的地方 最前面的地方 我加入一个标题 那 这里就会有个标题出来 好 那这边呢 就是 比如说 我们 就写竹蜻 竹心蜻 竹心蜻动画制作 那它加入的这一段 它会有一个长度 有一个长度 那我们 在这里 我们可以看到 其实它可以拖 竹心蜻动画制作 然后呢 到 固定的长度之后 就开始 竹心蜻的展示 然后再过了之后呢 就变成是 我们当初的教学路 不过这段 好像还没汇入完 所以它好像拖不出来 所以要等它汇入完 也可以 下面还在汇入 那 不只是做标题 那些 就是 字幕 或参与的名单 譬如说我们通常 在最后 我们会加 最后的地方 我们可能会加一些 最后 没办法移到最后 没关系 那我们直接加 餐饮名单 OK 那这时候呢 就有 餐饮名单 那我们就在这边 直接 餐饮名单 不用改这边 再次输入名称 那 当然啦 Blender不应该算是 餐饮名单 但是你应该可以 自己加其他的 使用工具 之类 那再去播 OK 所以最后这个 参与者名单 使用工具 这些就会跑出来 好 那这样子 其实你大概 就做了一些 基本的影片编辑的 那事实上 这些东西 你在这里的时候 其实你还可以 因为它整个是一段影片 那你其实可以把它 做 做切割的动作 所以说我一定要想在这边切割 那我们可以在编辑这边 把它按分割 按分割 那它就会变成两段 两段影片 本来一段的变分成两段 那这样子你可以做分割 修剪 设定期间 中间的动作 那做好了之后呢 你中间如果想加一些 视觉效果 视觉效果 比如说 它有一些 你看这里的视觉效果 如果你用悟化 它就变成悟悟的感觉 它如果用这个的话 变成只有放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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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变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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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这种效果 其实我觉得 并不常用 可是比较常看到的是 有人会加这个 变成的 OK 变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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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那刚刚那段有点长 我们干脆 放出清理这一段 好 我们从这边 加个转换效果 OK 你可以看到 它的转换效果 变成这样 转换效果 好 那各式各样的转换效果 你都可以加进去 那如果我说 我今天想加这个 叉叉的转换效果 那 我加上去之后呢 你就会发现说 OK 我把这个东西 可以 可以加上去 可以印象中 它会出现一个 符号图示 但是我现在在这边 好像没有看到那个图示 不过似乎它已经 加好了 我们可以看一下 它其实已经加好了 但是我印象中 有到 它没有出来 OK 大概这样 那等到你编辑完整 之后呢 你这边还可以拉近 拉远 有时候太大了 再拉近 我们现在应该是要拉远 有时候太大了 你会不好管理 所以一直拉远 那就只剩下这四段 再拉近 又会变得更多段 另外呢 声音的部分 其实你也可以编辑 声音的部分 甚至你要汇录音乐 也OK 所以我们这边 汇录音乐 在常用这边 应该就有新增音乐 那新增音乐 它的预设 还有给你一些网站 可以下载 那我们 等一下透过网站 我们直接 从媒体柜子边 先随便抓一个来新增 那就 开启就 OK 这时候你会看到 这音乐 一开始就出现 所以我们如果这样子 开始播放的话 OK 那这样配音就有点重叠了 所以后面这边 你要把 把这个声音开始 断掉 或者是把这个 原本的音效能稍微 稍微 降低一定 就不会干扰 OK 大概像这样 所以Movewag 其实很简单 就是 就是 需要交的不多 那我们就可以最后 按 组存 端按 把你做好的这一个东西 组存起来 好 组存起来的时候呢 像 那我们就可以放在 比如说这里 好 那我的影片 就是说Movewag 图形屏 好 OK 按存档 好 那这时候你的 转按存起来 但是 这 这时候虽然你存的转 但是他的影片 其实是还没有 还没有做好的 那你要让影片做好 其实是要 这边 啊 会 嗯 除存影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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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呢 那你要除存成哪一种影片 好 好 然后 这里 啊 一般设定 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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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 改成 改成幾乎都是那种 平板的 影片 那我们可以 譬如说我们 Apple iPad 的 Apple iPad 解析度这么高 算你用微信的就好 不要太张 那你就得把它儲存 除存完之后 这个影片基本上 就可以发布了 那我们把它 先存在 就刚刚这个 Apple iPad 裡面 好 就这里 把它存一下 好 那这个除存影片 基本上 那就在做 会出的动作 所以其实 动作会 有点久 就慢 好 那等刚刚 跑到100%的时候 整部影片 就已经 制作完成了 好 所以如果你 期末 的部分 还没有 选定 怎样子 去做 剪辑 用哪个乱点 找不到的话 那 建议各位可以试试看 那 基本上 我个人大概也只用了 Movie Mac 所以 有很多同学 用像 威力导演 那个 因为我 我们没有买 所以我就 我就 没有用像 威力导演这样的东西 倒是 我们信上 有买了一个 FFX 那 只有买 一个人的版权 那 所以 这部分 如果真的有需要的话 其实 是 是 可以来跟我接 那 OK 那 大概 像这样 各位 接下来的时间 我们就 就让各位来 教作业 那 关于 最后的 已经编辑的部分 我们就 讲到这一回事 谢谢大家